新住民越来越多为了将包容多元文化的理念向下扎根 新北市劳工局是邀请六亿剧团到新北市校园中巡回演出 教孩子学会尊重以及包容外来文化 也透过戏剧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 外景劳工与新住民越来越多为了要让包容多元文化的理念向下扎根 新北市劳工局邀请六亿剧团针对多元文化编排一支戏剧 来到新北市校园中巡回演出 希望透过戏剧的呈现教孩子学会尊重与包容 也透过戏剧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 今天早上非常高兴就是劳工局有来透过多元文化剧场的一个方式 让小朋友去尊重就是我们目前社会的多元文化教育 我们知道108课纲上路了以后 其实新住民多元文化这块的课程已经融入到课纲里面了 这次星巴达环游四海的戏剧内包含了泰国菲律宾印尼与越南四个国家的文化 透过不同演员来演出不同国家的特性 还有周围的力排更是要来国家介绍 让孩子知道各国的地形与地貌 让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多国文化 就是各国国家的表演 然后认识很多的学习 然后认识很多国家 我们也很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而且是戏剧的表演方式 就是让小孩子可以透过互动的论档 然后能够很深入的去了解到 世界各国不同的一个多元文化 然后能够彼此尊重包欣赏跟关怀这样 代表各个国家的演员都穿着不同的国家服饰 让学生们不只是了解外国文化 还可以知道各国国家穿什么服饰 劳工局与野柳国校 希望让孩子透过不同国家的认识 学习包容多元文化 与新移民与新移民二代融洽的相处 继续大品寒万里采访报道